一个当然是质感 这个是你用你马上就会知道的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50年了 就是说明他一直在追求极致的护肤的经验 而且50年不是一个非常容易的事情 创造质感 然后极致质感 我觉得如果你拥有这些品质的话 你就得不断的去学习 不断的去探索 对我是这么理解的 因为你不断的去学习各方面 你去学习这个世界 你去学习这个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就是关系也好 或者是你用什么样的语言去沟通 或者就像他就是就是代科他用品质 用那个来跟使用者去沟通 他还是一个就是不断的去创作去学习的一个过程吧 我是这样觉得如果你很知悉你很优雅 你肯定是背后有很多很多的很多的认知吧 尽量好学 珍惜 探索探索世界 对因为我之前的三十年其实都在剧组 就是世界对我来讲 就是有点陌生 所以我现在特别想要去接触 不同的各种各样的事情也好 人也好 工作动向就是 是我现在在拍一个叫小米家 对然后这也是我第一次拍这种现代的家庭的长剧 这样真的是我很少拍这种 所以对我来讲也是一个非常有很多新鲜感 然后从表演上 比如说这个现代的这个戏 要怎么去演跟我以前演古装戏 还是真是不大一样的 又焦虑又兴奋呢 我觉得就是适当的保养是需要做的 对不管你从吃啊 或者是从外在的啊 运动啊 我觉得都要去做的 因为这个不管是怎么样 你对身体的这个健康也还是很重要的 但我觉得每一个女人 她真的都有自己的美 不用都一样 确实就是这样 但是也不可否认 就是大家对这个 就是说好像就近几年 是越来越焦虑 对这个面容对吧 那我也曾经有一段时间特别焦虑 后来发现焦虑没有用 就是她还是会毫无阻挡的衰老 还是接受自己的任何一个 一个一个方面 变得是才是最最最聪明的 我觉得 就是这么多的